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令小编颇为感兴趣的是 此前刚刚从中亚外访归国的秦刚抵达天津 与从德国飞抵天津的贝尔伯克一道参观了 在天津的德国企业之后 是怎样到北京的 在4月14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透露 中德两国外长是共乘高铁来京 当晚失时许 外交部网站披露第六轮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的消息时 同时发布了一张照片 照片显示 桌上招待贝尔伯克的餐饮和之前接待马英九的规格比起来 差很多 马英九是六个果盘 而贝尔伯克只有三个果盘 一叠糖果 一叠香蕉橘子 还有一叠应该是天津特色的糕点 这三样东西 要不就是需要剥皮 要不就是需要拆塑料袋 贝尔伯克应该不会直接上手吧 关键问题是没有准备水 不光没有准备香明一杯 就连瓶装水也没有给放一瓶 何着让贝尔伯克一路口干舌燥憋到北京啊 另外小编注意到中德两国外长是坐着有靠背的高铁到北京 贝尔伯克外长在高铁上所坐那张椅子 与马英九锁成高铁座椅几乎用了同一款靠垫 尽管贝尔伯克与马英九锁成高铁的商务舱座席本身的颜色不同 但靠垫竟然是同款 按照台湾省内所谓交通专家王毅川胡说八道称 大陆高铁没有靠背 靠垫是马英九团队自己带到大陆的 那小编不仅要问难道马英九把靠垫传给了贝尔伯克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 因为目前中国国家铁路集团经营的高铁 所用的动车组型号有许多种 单大类来说就有和谐号和复兴号 这也就是贝尔伯克与马英九锁成高铁 各自座位颜色并不完全一样的原因 而靠垫之所以是同款 源自各客运段的备品大抵是统一采购的 总的来说中国国家铁路集团经营的铁路客运线路 欢迎中外旅客乘坐 无论德国人贝尔伯克还是台湾同胞 都能享受到标准化服务 有网友却发现贝尔伯克乘坐的高铁的行驶速度 为350千米每小时 而德国高铁却仅为200千米每小时 那中国高铁速度是如何超越德国的呢 难道是德国技术不行了吗 截止到2022年12月30日 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达到4.2万公里 稳居世界第一 虽然我们确实厉害 但是高铁却不是我们先弄出来的 真正称得上高铁祖师爷的 还得是德国和日本 虽然他们发明出来了 但这么多年过去 他们却还是没有多少长进 当年发明出来时 该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比如说速度还是老样子 200千米每小时没变 而我们目前却已经稳定在350千米每小时 这个数字上了 而且这还算是保守的 要不是为了安全考虑 这个数据还能往上翻翻 而这也间接证明了高铁这个问题上 我们就是比德日强 那么我们为何就能后来者居上呢 这里面到底出了什么有趣的问题呢 想要搞清这个问题 就得回到我国和高铁的初接触这个问题上来 其实一开始我们压根就不懂 更不了解高铁 最先把它给整出来的是德日等国 由于不清楚这玩意儿到底是啥玩意儿 只知道大概的原理 而且人家还对我们进行全方位的盖帘子 做技术上的封锁 因此无奈之下 我们只能花大把白花花的银子 去跟他们买几个 而我们之所以这么心甘情愿地被他们宰 主要还是这玩意儿确实跑得快 很适应我们的未来发展规划 所以再冤大头那也得上 虽然本质上德日和我们确实不对付 他们一直害怕我们偷学技术 可是看在白花花银子的面上 最终他们还是把这玩意儿卖给了我们 比如我们运行最早的CRH3C列车 那就是从德国花高价买来的列车基础上整出来 虽然当时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卖了列车给我们 但是技术上依旧对我们进行着盖联 简而言之就是卖车但不卖技术 目的就是要等着我们接着跟它买 不过我们国家的技术人员也不差 逆向工程手艺更不是盖的 所以买了车回来开始拆了研究 搞清楚原理后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2018年我国拥有了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列车 那就是我们都熟悉的复兴号 就此以后高铁二字就跟它速度一样 越跑越快 就此和德日等国的破烂 坐一别过 开始走向全新且未知的路线 我国高铁相对于德国和日本确实算起步晚的 可经不住我们发展的快 速度上更使前前后后升级了六次 最终有了今天的350千米每小时 而德国这个高铁行当里的老祖宗 依然还是原来的那个200千米每小时 那么为何德国会被我们反超呢 其实就是一句话 需求决定科技 德国的高铁技术之所以停滞 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列车 跑这么快已经满足需求了 不至于搞那么快了 而且自己对列车的需求也不大 确实 德国的高速列车可不像我国那样 是在专门的高速轨道上跑的 他们家列车很多时候是在朴素铁路上行驶 而朴素铁路有个缺点 那就是使用老旧的油炸轨道 这种轨道一来线路曲线半径偏小 二来平顺度也很差 所以是列车在上面跑的时候 道炸在高速震动下会出现粉化等等现象 因此很容易造成危险 我们很显然也知道这个危险 所以给自家列车专门架设了高架桥 然后增大线路曲线半径 全线铺设无炸轨道 如此一来自家列车的行驶就变得平稳又快速 而且这些铁路还安排专门的工人 规定最少一个月对铁路搞最低两次的保养检修 所以我国列车在上面跑350千米每小时很简单 但是德国就不行了 他们作为老资本国度 老铁路线网密集 这是拆了费钱 再建也费钱 加上他们干脆就不发展了 自然就被我们落下了 而之所以说 德国对速度没太大需求 主要还是德国的国土面积就那么点 不像我们那么大 距离远的动不动就是几千公里 哪怕三五百的速度 那也得最低跑上一天 德国就不一样了 那国土面积就我们零头 最长线路一千公里都没有 跑两百千米每小时 也就五个小时不到就跑完 因此需求不大 也没必要搞 够用就行的思想 限制了德国技术的发展 而我们则是没办法 就得潜心研究如何让列车跑得更快 更加安全 就比如我们为了提高速度的同时 为了减少列车空气阻力问题 那可是做了不少实验 不少研究 最终这才搞出了流线型子弹投行车头 这样设计之后 列车不光可以在高速行驶过程中 减少纵向空气阻力 同时还可以减轻侧风对列车的影响 还有就是高铁跨度大 温度气候变化等问题技术也得攻克 不然这就是对乘客的不负责 中国外交部网站报道了 秦刚外长在与贝尔伯克会晤时的讲话内容 秦刚外长不仅回忆了建交50多年来 两国关系与合作取得的成果 还对未来中德关系的发展提出了三点期许 首先 中德是伙伴关系不是对手 要合作而不是对抗 其次 中德应展示冷静和理智 这是提醒贝尔伯克不要被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冲昏了头 最后 秦刚外长还指出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就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 这不仅是对贝尔伯克涉台言论的回击 也是强调了中德关系的底线 就在贝尔伯克前往中国访问的时候 德国联合执政党之一的社会民主党93名议员发布公开文件 严厉批评贝尔伯克和经济部长哈贝克 试图将对华战略变成反华战略 这些议员的态度与秦刚外长的发言遥相呼应 证明中国对中德关系的态度 在德国也是得到广泛支持和认可的 对于贝尔伯克来说 如果他能将秦刚外长的话听进去 这次来中国就不需此行 不知贝尔伯克坐在中国350千米每小时的高铁时 做何感想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